YO 繼續是波士達波士忌 今天新的手機遊戲叫神奕契約 第一遊戲玩什麼呢 先開新帳戶試試 我玩e-sure 但試給大家看先開新帳戶 這遊戲的故事是講四種不同的種族 各有不同的故事 例如流亡者是阿斯加德帝國最勇猛的部落 即是軍隊的人 林佑者 他們曾經被帝國拿去當寵物去奴役 但大家可以選擇 有重炮和靈氣 低語者是法師 原帝國的醫師一族後代 可以控制元素 可以選長帳或法器 遺忘者就像是刺客 最高輸出 有雙刃用或重鉗 鉗像不像蟹鉗 新帳戶我試試臨遊者 這遊戲是日系動漫風遊戲 所以看到其實很可愛 我試試放近一點 嘩這個就是我了 Kawaii波子 這遊戲每個角色都可以帶語役 也是這遊戲的特別之處 在開始之前先用自己的帳戶 現在進入我的主帳戶 這遊戲日常可以打經驗副本 世界BOSS或者競技場 但我覺得最過癮應該是實時 挑機 3V3的天佳賽 你可以組隊挑機 或者個人匹配 他玩不同的隊友一起打 TACA不夠抽 好了來了 對方實力是968個倍 我們隊友有紅藍禍水和鼓鼻 看我隊翼這麼大隊 就知道不能輸吧 這遊戲是玩翼的 他們2轉20 我2轉1 但我都夠抽嗎 我也夠抽 2轉87 我2轉1 好像不夠抽開始 滾地生就跑了 他想打死我 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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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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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被他擊敗了 既然不夠抽 我就要升級強化自己了 這遊戲能夠強大有幾個方法 因為抽了很厲害的神技 試試抽 我抽 這些是綠色的 這些是藍色的神技 狂暴不錯 機友的 試試祈福 十年祈福是有橙裝的 好試試抽更強的裝備 要2轉51才可以用 要升才可以用 再祈福 祈福祈福祈福 你誠心祈福 有骨印戒指 骨盧戰虛 好像OK 抽完裝備馬上強化它 裝備用强化石的 祝福寶石 升級獎勵 強化到25星就更多傷害 然後這遊戲升座騎都可以加額外屬性 這麼大隻 怎麼騎啊 只騎出來都會嚇死人吧 好 自動進階 進了一隻赤焰魔進 除了升裝備和座騎一定要升的就是雀躍 因為雀躍直接影響到可以裝神技 這遊戲最特別的地方是沒有被動技能 被動技能就是要自己抽神技然後裝上去 按一按圖鑑就知道有什麼技能你自己想用 例如我玩刺客當然是裝高輸出高爆擊率 這遊戲時裝超多的 現在我穿著這件 迫蘭幻想裝每件時裝都有特別的屬性 每件時裝都有寫它獲取的方法 武器和座騎都有的 座騎我比較喜歡的應該是這個 地獄騎士 因為當我用完真的可以騎著 你看看地獄騎士 嘩嘩嘩嘩嘩 差在我不是變骷髏而已 升級完應該夠抽了吧 是時候回去 3跳3 一 filtering你們 對面的實力 對面的叫試玩 是愛啊哈利 攻打擊 殺了異傳33聲 那我33呢 試玩 試玩不給你試玩 大撒特殺連殺兩個試玩 是愛啊哈利在哪 在我前面 啊二絕75不夠醜啊 不夠醜啊 見到自己連殺2個自己很厲害 被我攻我75的傢伙殺了我 可能是太低 神技不夠強 神技看到一樣可以將它融合 有機會變成更強的神技 優良神技融合 兩個變成隨機的品質 如果5個就會進階的品質 現在我的冰團是北夜城 每天有福利可以拿 很多錢 個人貢獻 還有冰團擂台 打贏了是由冠軍禮包可以拿 某些時候也可以打冰團聯賽 通常是星期二 四 六才可以打 現在先打冰團BOSS 打海盜王 已經殺了 這麼快啊 現在冰團有好處是有增益可以加給大家 例如這個 兩個和冰團成員組有連動速度增加 天梯杯數也會增加 防禦也會增加 功力也會增加 還可以學冰團技能 我但少了貢獻的 捐多一點吧捐捐捐 好啦 玩到2轉15呢 沒錯 現在我要開始我的求婚了 這遊戲結婚就用這個求婚步驟 1點選心儀的對象頭像 然後按求婚 再給手續費 別人同意就求婚完成 說得很簡單 但求婚別人答應才行 所以這次我上網找了 14個最佳的求婚金句 現在逐一試試 第一個金句是幫我簽名 簽在結婚證書上 簽在結婚證書上 OK 這是什麼求婚金句 有人回覆我 他說恨虧我 有人說幫我簽名 雲小俠 雲小俠要跟我結婚嗎 不應該是嘻嘻的 有啊 雲小俠真的加了好友 我向雲小俠求婚 兩個男的都可以求婚嗎 我這樣求婚吧 他拒絕和我結婚 又說和我簽 騙人的 怎樣 有人開始發動求婚攻勢 雖然沒什麼存款 不可以買一塊地給你 但可以給你一塊地 是死心塔地 OK 我不知道人類為什麼要結婚 有人要和我一起研究汗嗎 其實本身的金句是 我不知道人類為什麼要結婚 不如我們一起研究看看吧 不過因為我沒有對象的關係 所以我就在公開頻道轉做第三身 有人回覆我啊 我試玩嘛 男男可以 我應該回覆他什麼 男女平等 難道卡洛林對我開始產生興趣 喔喔 看來我第三句要對他發動 第三句金句就是 讓我壯在你家早睡吧 哈哈哈 OK 他下一句回覆我就是 你要好好活下去啊 哈哈哈 第四句是你願不願意帶我回家 做你的生活必須品 不行啊 沒有人理我啊 好 我覺得要酷一點才行 這句夠酷啊 最酷的求婚 我只是欠一個女人管我 有人願意嗎 有人又回覆我 阿聯說我欠一個男人同愛 有人要收留我嗎 不行現在我是求婚 為什麼被人求回頭呢 我不可以主動說說yes 下一句下一句 求婚的時候可以說 請你終結我的桃花魂 阿呂恒說桃花魂 還要人終結真好 哈哈哈 暖雪依然在說 我看我只注定這個遊戲 是一個人玩 不如這樣吧 我將說話傳給暖雪 看看他回覆什麼吧 今天你再不教我 明天我就開始有孔婚症了 我開始覺得這些求婚金句 根本是Troll人的 根本是惡搞的 弄古人的 有沒有人真的會用呢 暖雪說什麼 這句話很可怕 哈哈哈 那換一句吧 讓我撞在你門家祖墳牌 哈哈哈 對不起 好笑我CUT 不要說笑這句話 阿暖雪被我的積極嚇倒了 好了 最後的結論是 是求婚不成功 他說真的斷線 不信就算了 怒怒豬 裝了怒怒豬 還是想避開我 好了算了 我們今集先玩了這麼多 看來我今集還是不可以脫單 原來我猜不到 最佳的求婚金句 其實是不實用的 用這個金句對陌生人說 其實應該會嚇到人 記得大家千萬不要突然對陌生人說 讓我撞在你家的祖墳 不然會嚇到斷線 喜歡記得按讚和訂閱 我會幫助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